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 深入体验在地客装文化的背包客 今天我来到新北市三支区 不只欣赏到八连溪的美景 也了解了水车跟当地客家人的密切关系 老师 八连溪好漂亮喔 对啊 所以它是当地最主要的溪流吗 对 它是发源于大屯火山系 然后从上面一直流下来 我一路走来之后有看到好多的水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车啊 小时候在这一段路途上都会听到 那个水车咔咔咔的声音 那大概有二三十座都在这个沿岸 所以我们客家先民早期也是用这条溪来灌溉吗 对对对 这个是最主要的 当地的客家人早期的生活就是用灌溉 然后也有用水车 对 整个山支大概百分之九十都被大屯火山系覆盖 所以它很多的这种坡地丘陵 那灌溉上会不方便 所以会利用水车来做取水 那到日据以后就慢慢发展成做动力的应用 像联敏 制茶 制茶 甚至有一些做一些什么加工 所以巴联溉的水等于是印语整个山支的文化 客家人移民到三支之后便选择在巴联溉畔定居 难怪客家人跟水车的关系那么密切 但是老师也说了三支的客家人现在几乎都不会说母语了 整个北部尤其在北海岸四乡镇里面 淡水除外 你像从山支 石门 金山万里 你可以看人口比例 就以山支来讲 它就客家人占了百分之三十 算高的 所以整个北海岸非常重要的重镇 客家族群的重镇是在山支 而且包含了它独特的我们讲老客羌 老客羌就是我们讲五平羌 还有饶平羌 是这两个地区有的 就是三支 石门 那现在这个话都不讲了 我们真的很担心 巴联溉水三百年来 潺潺流动不停 水车也是周而复始一直旋转 但是曾经熟悉的母语 在此地却随着时代沿消云散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积极 重拾母亲教我们的话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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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opplāp